大家好,我是小勇 今天跟大家分享白菜馅饼的做法 咱们开始制作 木耳根粉条用温水泡发 200克面粉加2克盐,提高筋性 用开水和面,边加水边搅拌成续状 揉成面团 面团不能太软,太软了不好操作 盖盖饧面30分钟 白菜切丝 加少许盐,杀出水分 木耳切丝 粉条切小段 白菜拧干水分 加虾皮 加少许蚝油 加适量盐 加少许鸡精 加点香油搅拌均匀 切好的面揉光滑 分成两份 压扁擀成薄饼 把馅放上摊平 一半有馅,一半没馅 把梅馅的折叠上来 边缘压紧 把梅馅的折叠上来 电饼秤刷一层油 放入饼皮 盖盖小火煎两分钟 两分钟后 反面 盖盖在小火煎一分钟 这样做出来的馅饼皮薄馅大 放凉也不会硬 白菜馅饼做好了 这样做不爱吃白菜的都能吃好几片 喜欢小勇的视频请帮忙转发点赞 也请大家关注我 咱们明天见 大家好,我是小勇 今天跟大家分享白菜很好吃的做法 咱们先切白菜 菜帮跟菜叶分开 菜帮切条 菜叶切条 切葱花 切蒜片 切姜丝 准备适量生抽 适量陈醋 少许白糖 少许淀粉 加点水搅拌均匀 放油 冷油放葱姜蒜 再加一勺豆瓣酱炒出红油 加白菜帮炒至断生 加菜叶炒软 炒软后加调好的料汁翻炒均匀 湯汁浓稠后就可以出锅了 这道菜不需要加盐 豆瓣酱里的咸味就够了 鱼香白菜做好了 不爱吃白菜的都能吃一大盘 喜欢小勇的视频请关注我 咱们明天见 明天见 大家好我是小勇 今天跟大家分享调饺子馅的一个小技巧 肉已经剁好了 咱们开始调馅 加姜末 加姜末 加葱花 加少许白糖提鲜 加适量盐 十三香 味精 加适量生抽 适量蚝油搅拌均匀 每个人调馅的口味不同 加什么调料不是最关键的 关键的一步是要给馅打水 打水的时候分几次加 一次加一点 顺着一个方向搅拌 搅拌至馅把水都吸收后 再一次打水 打过水的馅肉质松软多汁 我这里分三次打水 嫌麻烦的可以分两次 打好水的馅非常黏 非常有劲 这个时候肉已经完全入味 加上准备好的蔬菜末 再加点香油 一定要先打水 再加蔬菜和香油 今天我做蒸饺 等一下看蒸出来的馅好不好 再加一个像 词炸一个湯 雪糕 在这边 直接放入炸 就好 这个时候 这样做出来的馅不会散 而且多汁有嚼劲 肉还很入味 这样调出来的馅 无论是蒸包子还是包饺子都非常的好吃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请在屏幕下方留言 也请大家关注我 咱们明天见 大家好 我是小勇 今天跟大家分享粗溜白菜的家常做法 咱们开始制作 蒜切片 干辣椒切圈 大白菜用手撕成小块 撕的比倒切的好吃 菜包和菜叶分开放 另取一碗加适量盐 少许糖 适量生抽 适量陈醋 再加一点淀粉调匀 热油 油温五成热 先把蒜 辣椒炒香 炒香后放菜帮炒至断生 将菜叶大火翻炒一分钟 加调好的料汁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这道菜的小技巧是 最后放调料白菜不会出水 放入水 粗溜白菜做好了 这样做不爱吃白菜的都能吃一大盘 喜欢小友的视频请帮忙转发点赞 也请大家关注我 咱们明天 感谢观看